log 1.234 加12 乎1 log 5.678 加12 3 次 来 这个数字就变成log 1.234 加乎1 这个就是0点多的位数 这个呢 拆开来叫做log 5.678 加3 这就是手数 也就是说 踩完log x 就是 3 加上log 1.234 这三是他的手数 看题目 题目说 log x 的手数跟他一样 对 他尾数数跟姐妹一样 所以你各取一下 就是我们要的数字 有点 看不到 看不到一种 看不到一种 我们从刚 现在观念知道 这个手数 代表他是十字号 看到一个整数 尾数是一个正小数 那尾数怎么出现 我们照这个 刚刚有说过 这个1到9点多 这是10的0点多 所以 这是log 1到9点多 就等于0点多 这就是我们的元素 可以吗 也就是后面的0点多的正小数 就叫元素 那前面的整数的手数 题目说 我要用他的尾数 代表是用这个数字这样长相 要用他的手数 代表十字号 所以logs 就是手数 就是0点多的尾数 合并下 怎么合并 你把它画成十字号 推进去 这边log 10 12 3 3 6 1 2 3 4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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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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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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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要画成科学的 我偷偷跟你讲 15、16都讲过 用这两个例题都讲过 这15、16 17也讲过 所以我们要看历史吧 这两个例题 大家回去看过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说明 你要去找LOG的数字 这个画成稍微处 把这个数字转成12次吧 可以吗 那意思吧 他说47的148 168位数 他问47的17次方是几位数 怎么做 你要用科学教育画钱 对不对 可以吗 那这个问题其实蛮简单的 首先 我们知道47的148 168位数大概是 1到9点多 才给10的几次吧 168 对吧 那就变成 167才对 因为往后167位 168位 那这里就是10的0点多 对不对 所以何必往下167点多数 解完喔 因为47 就等于10的167点多 再数100次 那这100数下去 可以吗 好 就叫做 10的1.67多 那再继续 你要去看四线几次 有没有几次 17 所以47的17次就等于 10的1.67多 乘以17去估计就好 可以吗 好 算吗 28点多 你要化成科学记号 拆细整在乘分制晓数 是几位做 小数了 iets 二十八位,所以二十九位是 所以,如果要畫成三句話 我們講這個章節來做什麼 第一個,第一句話是科學記號 第二句話,就是這個,重要的公布點 十字的零點多,就等於一到九點多 也就是說,如果你取到等於一到九點多 取在次方就等於零點多 再來,一個數字 可以寫出一個整數 加上正小數 那整數叫做手數 這小數叫做尾數 可以嗎 手數 這個整數用來表示的是十二次方 尾數 用來表示長相 基本上就是這三件事情 就真的會是三件事情 可以嗎? 那當然計算細節 就是,如果負數要用簡易假的 可以嗎? 好 就是三件事情 上面,正好是禮拜 可以吧? 那這東西你們需要還沒教 會覺得有點不熟 這沒關係 慢慢的 你們在這個禮拜就會很熟 然後我們下個禮拜就會很熟 然後我們下個禮拜就會很熟 好 就這樣 辛苦你們了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